俄罗斯背进奥运会的背后 是否是西方将体育政治化的手笔 美国多次强调 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有到底是什么 规则是一个能够长期试用的东西 你想力就立 想破就破 能叫规则 一边撤出阿富汗 一边又积极渗入中亚 面对美国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将如何反击 我想美国的目击 就是得逞的可能性未必很大 尤其是俄罗斯对这点 盯得又是非常非常的紧 7月26号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 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 之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了舍曼 据新华社报道 舍曼此访信美国主动提出 经双方商定进行的 然而美方不仅在舍曼来花前 继续声称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 与中方打交道 还不断地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 试图挑战中方的底线 对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曾明确指出 如果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 如何以平等的态度 同其他国家相处 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 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则在会谈中指出 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 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 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 在自以为有优势的领域 就要脱钩断供封锁制裁 坏事做绝 还想好处占尽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边访华鲨鱼而归 当地时间7月28号 舍曼又前往日内瓦 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布科夫举行双边战略稳定对话 然而此次会谈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法新社称在美俄对话举行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还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试图通过传播错误信息 来扰乱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还宣称俄罗斯实体经济差 除了核武器和游警之外 一无所有 那么拜登治下 美俄关系的走向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俄罗斯贫秀新式武器 又将给美国带去多少威慑呢 世界反兴奋级机构被曝双重执行标准 美国多次强调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又到底是什么呢 就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军事专家陈虎先生 以及国际问题专家红林先生和金灿荣先生 事实上这些年来 我们常能听到美国政客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 给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活动强加上原罪 为美国的无理蛮横之举证明 但是目睹美国种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的举动 使人不禁要问了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到底是什么 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又到底是什么呢 陈虎先生您怎么看 他这个基于规则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基于什么规则 基于谁的规则 实际上我们看 他是基于美国的规则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规则 都是美国来制定的 然后他会纠集一小撮 他的所谓的盟友来认可这个规则 把这个少数国家认可的 由美国制定的规则 包装起来就作为国际公认的规则 而且更搞笑的我们看到 这些年来美国自己立的规则 经常会被自己破坏 我们看之前特朗普在位的时候 就把过去美国签的很多的东西都翻了 现在呢等到了拜登上台之后 你又把这些规则重新拿过来 用了一个词来包装 叫什么呢 叫美国又回来了 你说这是什么事吧 这叫规则吗 规则是一个能够长期试用的东西 你想力就力 想破就破 能叫规则吗 实际上什么样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认为它应该符合两项基本条件 第一项基本条件就是 它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 第二个就是 它在过去长期的国际事务实践当中 不断得到证实 证明它有着长久生命力 因为我们看 不管联合国宪章 还是长期以来大家公认的国际准则 这些东西都符合这两条 所以说 国际秩序之上的规则 不应该是哪一家的规则 说白了 规则就是只能由美国和它的盟友国家来制定 这是什么逻辑啊 是彻头彻尾的霸权主义逻辑 而这些所谓美式国际规则 除了干预经济军事外交等等领域之外 还涉及到了体育领域 当下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这两天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健儿们 应该说是顽强拼搏 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夺金时刻 我们知道 在奥运领奖台上 为夺得金牌的各国运动员 升起国旗 奏起国歌 被视为奥运会的传统 也被视为运动员为国争光的荣耀时刻 但是 在本届奥运会上 有一个国家 却受到了特殊待遇 那就是俄罗斯 7月26号 在男子体操团体赛当中 俄罗斯奥运代表队 以262.5分的成绩 力压动道住日本 0.103分 夺得了金牌 当结果揭晓的瞬间 俄罗斯队员们 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遗憾的是 他们不能在领奖台上 升起俄罗斯的国旗 奏向俄罗斯的国歌 由于遭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俄罗斯在这两年内被禁止以国家名义 参加国际大型赛事 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只能以ROC 也就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身份参赛 甚至此前 俄罗斯希望以爱国歌曲卡丘莎代替俄罗斯国歌 在奥运赛场上奏乐的请求也是被驳回了 事实上奥运会上的兴奋剂事件并不罕见 但是如今处罚的界限与尺度 却令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 西方国家是不是正在将体育赛事政治化 而以美国人为主的反兴奋剂机构代表 表面上看着正义里然 实则却执行着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2003年4月 一位名叫维德埃克森的美国黑人医生 曾抛出了一份长达3000字的文件 揭露美国奥委会包庇和纵容 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以提高成绩的行为 指出1988年至2000年年间 超过100名美国运动员 在没有通过兴奋剂检查后 依然获得参加大赛的机会 文件涉及19枚奥运奖牌 其中至少有18名运动员 在检测出服用兴奋剂后 被允许继续参赛 最著名的当属卡尔·刘易斯 1988年奥运会前 刘易斯的三次兴奋剂检测 均呈阳性 但是刘易斯提出 关于自己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服药的申诉 之后他便被允许代表美国 前往汉城参赛 并在男子100米跑和跳远中 赢得了金牌 随后 刘易斯承认的确曾被检测出 服用三种违禁药品 但都被美国奥委会网开一面 他对洛杉矶当地的日报表示 自己只不过得到了与数百位其他选手一样的对待 2016年9月 一家名为奇异熊的黑客组织 入侵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库 他们曝光了100多名运动员的医疗信息 其中包括众多体育明星 这些运动员服用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禁用清单上的药物 而这些体育明星对此的回应是 自己需要用药治疗某些疾病 已经正常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许可 没有作弊 国际奥委会 国际网球联合会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美国体操协会等机构 也纷纷发表声明 称这些运动员无过错 他们都获得了治疗用药豁免许可 确实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规定 考虑到一些运动员会因治疗需要 允许其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一旦批准通过 运动员在限定时机内服用禁药将不受处罚 而申请程序也很简单 运动员只需向相应的国际体育协会 提供自己的病例和一份医生的情况说明 通过审核后就可以合法用药了 整个过程并不对外公开 也没有第三方监管 运动员滥用豁免许可的现象 也日渐普遍 据《经济学家》杂志的数据显示 2002年全球18到45岁的人患有哮喘病的比例是4.3% 可在当年的美国盐护城冬奥会上 宣称自己有哮喘病并获得了用药豁免许可的运动员比例是高达5.2% 而在美国棒球界患有多动症的运动员比例是美国多动症正常发病率的三倍 2015年美国运动员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人数是高达653人 其中402人是获得了批准 另据媒体报道 此前美国参议员图恩也爆料称 过去十多年里作为民间组织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一直接受的是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有人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 假如运动员是裁判员的金主 那这事儿如何吹得光明磊落呢 这一边是俄罗斯运动员因为兴奋剂问题被禁赛 一边是美国运动员以多动症心脏病哮喘名义服药却被豁免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双标吗 那么俄罗斯被禁赛的背后到底只是一个单纯的兴奋剂事件 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有意借这个事情去打压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呢 所谓的体育无国界是不是也逐渐沦为了一个政治工具呢 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金彩龙先生 这是我们的从个人角度啊 从普通的个人角度都希望呢 政治归政治的体育归体育啊 不要把体育政治化 但是现实呢很残酷的 实际上这个政治经常就是会介入这个体育的 那么现在呢 应该讲就是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整体是有问题的 那总体来讲 他们不太接受现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 那么这种战略上的对抗啊 至少是不信任 那必然影响政治吧 所以就是这个相关国际组织 对俄罗斯在新闻纪文明上的指责 应该讲是非常严厉的 我看俄罗斯方式不服的 俄罗斯方式觉得 其实美国人这方面用的药啊 比俄罗斯还多 只不过美国技术好嘛 就现在踏不出来 但没有办法啊 现在这种反新瘟疫组织 基本上还是西方掌控的 那他们西方拿这些组织 来压制俄罗斯 我觉得是顺利成长的吧 当然会不会就是俄罗斯方面有问题呢 我想这也不排除对吧 但是呢就是说 关键是不能双标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西方啊 因为战略上不喜欢俄罗斯 用各种手办压制俄罗斯 其中包括体育手段 我觉得必然要发生 强权及公理 这就是美国的规则 这边美国在体育上 政治上打压竞争对手 另一边 美国也在全世界积极拉拢 可以为己所用的所谓盟友 7月25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启程前往新加坡 越南菲律宾 成为首位访问东南亚的 拜登内阁成员 7月27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印度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应该说自拜登上台以来 美印互动就越来越频繁 那么这对于俄罗斯 是否是坏消息呢 俄罗斯又能做什么 来巩固自己和印度的关系呢 弘林先生 美国和印度目前 越来越频繁的这种互动 对于俄罗斯来讲 显然不是一个好信号 那么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利益 尽管印度试图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搞一定那种平衡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印度是更多的 那么倾向于美国这一边 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讲 那么他对印度施加影响的那种手段 包括领域等等 其实还是蛮多的 一个呢就是说 两个国家之间 传统的这种军事上的往来 那么在印度军队里面 应该说相当多的武器 是来自于俄罗斯 因此这种关系 本身也是在延续之中 另外呢就是俄罗斯 其实呢还可以在一些 高端的这种武器上 那么掉印度的胃口 而且呢印度也不是所有的武器 都从西方能够买得到 那么印度必须想方设法 那么维持一定的平衡 另外呢印度一直想加入 联合国安理会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 这个常任理事国 那么作为目前 我们说联合国的武昌 那么俄罗斯 也是有着相当的发言权的 因此可以说呢 在很多方面 那么俄罗斯 可以对印度施加影响 如果真的实施了一边岛 那么恐怕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出现恶化的迹象 对于印度也不是一个好信号 事实上看起来 一拍即合的美英关系 并非如表面上那样的和谐 据海外网报道 布林肯此次访印前 美印政府就因人权话题 打起了嘴仗 印度媒体还以 布林肯之旅 美国应该就人权和民主问题 给印度上课吗 为题发文 称美国轨迹多端美化自己 印度自视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才不会接受美国当人权教师业 除此之外 正如鸿林先生刚刚所言 俄罗斯手里还握有很多牌 是印度所忌惮的 此前印度就不顾美国的反对 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军事大国梦的印度 也不会满足于此 最近俄罗斯公布了另一款导弹 就让许多国家都十分的心动 前不久 俄罗斯国防部向外界公布了 S-500防空导弹 拦截高速导弹的测试 那么首次现身的S-500到底有多强 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俄罗斯手里 一张对抗西方的杀手锏呢 我们请张斌先生来说一说 普罗米修斯 古希腊神话中的盗活者 传说他为了帮助人类脱离困苦 抵御猛兽 他就偷来了活种 而普罗米修斯这个词的含义 在古希腊语里面就是先见之明 2021年7月20号的时候 俄罗斯军方他首发了S-500防空反导系统的 实弹发射画面 这次是把这个视频实实在在给你发出来了 而且俄罗斯还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 就是普罗米修斯 我说到这个S-500啊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 以前我们常说的S-300和S-400 和这个S-500它们其实是不同的科技术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升级关系 S-400呢主要是防空 而S-500呢则侧重反导大卫星 它的刀锋直刺空天 S-500的系统啊 有作战指挥系统 防空单元和防天反导单元三大基本部分组成 而重点在于反导在于防天 它是世界上第一种 即这个防空防天反导 与一体的综合武器系统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看啊 像飞机啊 近空飞行器啊 高超音速武器啊 连这个卫星啊 弹导导弹呢 都是它的作战目标 根据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它们公布的数据来看啊 S-500可以打得更高 更远 火控指挥系统呢 当然也就更加强大了 S-500的一个基本作战单元呢 由这个导弹发射车 搜索雷达车 还有这个反导专用的火控雷达车 以及多模式交战雷达车 还有指挥车组成 真正打仗的时候 那一个单元里面 它还有多辆的发射车 也就是说有多枚导弹在同时使用 S-500呢 它用多种的拦截导弹 其实它在技术上 对着S-400还是有一定的继承性的 你就比如说啊 在这个S-500里面 使用那个重达五吨的 那个77N6N和77N6N1这种拦截弹 它的拦截高度超过200公里 最远可以拦截700公里的 卫星和弹导导弹 这个大导弹呢 它其实就是从S-400的 9M8283发展而来 S-500呢 在2011年的时候 它已经完成了首次全系统的模拟实验 十年后的今天 2021年 俄罗斯正式装备了 而正如它的名字 普罗米丘斯 先见之名 那协定之名在哪呢 俄罗斯已经预判到美国要把空天和太空军事化 同样是在十几年前 美国战略司令部前司令海滕上将 他就说过了 说这个如果未来啊 在地球上发生冲突的话 将无法避免的 以太空中的某种冲突开始 而美国的前参议员 罗伯特·史密斯 他说的呢 就更明白 更赤裸了 他说 谁要是控制了太空的话 那谁就控制了地球的命运 我们人类从开始这个太空探索的那一天啊 美国他就违背了当初和平利用太空的承诺 为太空战做准备 说一套 做一套 美国的任何承诺都要打个问号 站得高 你才能看得远 打得高 才能保安全 足够的警惕 足够的这种超前的战略判断 你才能有先见之名 才能先行一步 S500更高更快更强 是俄罗斯今后全面对抗美国所寄出的又一大杀招 但美俄之间的对抗不仅仅有单纯的武器装备 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 就在美军宣布撤出阿富汗不久 其又开始在俄罗斯的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开始寻求在中亚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以作备份 而面对中亚地区可能出现的新的政治版图 一直以来 俄罗斯都在积极的调整其对中亚各国的平衡战略 以确保其后院不起火 并保持相对的安宁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俄罗斯也遇到了很多相对来说很棘手 但又无法调和的矛盾 毕竟自苏联解体之后 中亚地区许多国家已经从制度性层面脱离了 以俄罗斯政治文化为特征的莫斯科政治中心的控制 这对俄罗斯来说影响力无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而去年围绕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所爆发的大规模局部冲突 更是让俄罗斯的这种无奈被极大程度的放大了 那么在当时冲突各方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到底是什么样的 外界又是如何评价俄罗斯在此次冲突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给 thee 我们二处将你ạt完美尽 Bonjour 你却 WHY 你知道吧 我们 hart了 这一段多就是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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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俄罗斯 感谢观看 有评论认为 尽管纳卡冲突直接冲突的双方 只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 但其背后所牵涉的是多方角逐 其中涉及到土耳其 传统的西方国家还有俄罗斯 尽管俄罗斯并不希望土耳其涉足中亚 但俄罗斯更不能容忍西方国家的逐渐渗透 那么对于这种观点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 曾长期身处阿亚冲突一线的卢宇光先生 他是怎么说的 那么俄罗斯有很多的专家在质疑 为什么在纳卡冲突中 莫斯科没有帮助爱利温 那么俄罗斯媒体认为 像国家元首 就是亚美尼亚国家元首总理帕西尼一样 他执行的是反俄清西方的政策 他清洗军队 清俄罗斯的将领 并起诉俄罗斯投资大型的企业 对前总统柯家良他提起了行事诉讼 后者的是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军事基地的主要创始人 在去年9月1号 俄罗斯还向正在狱中服役的亚美尼亚前总统柯家良 表示生日的祝贺 电文当时是这么写的 你为加强俄亚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且这份生日的电文是头一次公布在克里姆林宫官方的网站上 我们读一下这个电报的全文 当时普京写道 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俄罗斯了解您是位杰出的政治家 为现代亚美尼亚的发展 是做出了诸多的贡献 我们非常感谢您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盟友的关系 所做出的个人的贡献 普京写道 亲爱的罗伯特·谢德拉科维奇 我们忠心里祝愿您身体健康 幸福平安 精神焕发 当时柯家良是在监狱中服刑 包括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当时俄罗斯外交部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是重申了俄罗斯的承诺 包括由1997年8月29号 双方所签署的友好合作与互助的条约的义务 那么根据这条条约 如果冲突直接转移到亚美尼亚的领土上 那么俄罗斯将向爱利文提供所有的必要的援助 实际上这条声明已经说了相当的清楚 俄罗斯最重要的是要求亚美尼亚应当放弃西方国家的任何的联系以及企图 当时俄罗斯已经炒逆了全部的这种亚美尼亚的武器的侵摊 但尽管没有公开 既在未来的合作中亚美尼亚应当成为谁的盟友 接纳卡冲突阻止西方势力对中亚的渗透 从旁敲打亚美尼亚的亲西方政府 但同时又不让战火引入到亚美尼亚境内 俄罗斯这一放一紧的态度 让其在阿亚冲突当中的表现可谓是游刃有余 但俄罗斯战略研究所还做出了另外一种分析 他们认为普京在对纳卡冲突形势做出判断的时候 还充分考虑到了俄罗斯国内当时的实际情况 并从民生经济安全和移民等角度进行了研判 那么事实证明这些研判不仅考虑周详 而且还对各方势力做出了平衡 那么这些具体的分析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指出 尽管俄罗斯已经实现主权独立多年 普京更是拥有自由自主的决策权 但在外交方面 俄罗斯仍受诸多力量撤肘 难以实现真正的主权外交 尤其在阿亚局势面前 普京就得受制于多方利益牵制 无法独立地制定国家战略决策 而且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 不是普京能轻易摆脱的 像目前俄罗斯境内有近700万阿塞拜疆 和亚美尼亚的移民 两国移民数量基本接近 这些移民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很大 据统计来自阿塞拜疆的移民 主要从事贸易与服务业 而来自亚美尼亚的移民 则在金融法律等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据统计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这两个国家 在俄罗斯境内的富人阶层 他们拥有的资产总额就超过500亿美元 如果扩及到两国所有移民的资产总额 对俄罗斯本就低迷的经济体量来说 可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再次据俄官方粗略统计 俄罗斯全国1200名帮派首领 有超过八成来自阿亚两国 而且两国移民 已各自在俄罗斯国内形成密切的联络网 如果他们稍有异动 号召一场几千人 甚至几万人的抗疫示威并不是难事 无形中给俄罗斯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出于对民生 经济和安全的考虑 俄罗斯政府更多只能尽量保持中立 毕竟无论站在哪个角度 为哪个国家说话 都会对另一方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是俄罗斯政府最不愿看到的 财政入不敷出 是近年俄罗斯政府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受疫情影响 另一方面受支柱产业过于单一的影响 不佳的经济状况 让俄罗斯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 做出一定的妥协 但在逆境当中 俄罗斯政府也在想方设法走出困境 其中去美元化 就是俄罗斯政府一个大胆的尝试 具体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说 英时的财政是支撑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根本保障 所谓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指的不仅有后勤的补给 而且还有背后的金钱 假如财政情况不够理想 那么在对外行动方面可能就要掂量掂量了 在这一方面 俄罗斯或许更有发言权 毕竟自2014年也就是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加紧了对俄罗斯在经济上的围追底线 根据数据显示 2013年俄罗斯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3万亿美元 到了2014年也就是西方国家启动了对俄的经济制裁之后 俄罗斯当年的经济情况就出现了直接的下滑 下降了约2400亿美元左右 到了2015年更是暴跌了6900亿美元 从2.06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37万亿美元左右 到了2016年 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只剩下了1.28万亿美元左右 三年时间里GDP总量就倒退了40%左右 俄罗斯为了克里米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无疑是异常巨大的 其实在2014年之后 俄罗斯为了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所展开的经济绞杀一直在寻求突破狗 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他们甚至将去美元化作为一个长期优先的事项 而俄罗斯的中央银行也一直在为努力减少美元 在国际支付或者外贸交易中的使用 在做努力 如今俄罗斯的这一努力已经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0年俄罗斯对第三方出口所使用的欧元规模 已经超过了美元 在2020年第一季度当中 第三方国家从俄罗斯购买的商品当中 有超过50%就是以欧元计价并且结算的 而在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当中 欧元所支付的这个比例 也从2019年年底的38%上升至43% 与美元所占的份额基本相当 随着俄罗斯去美元化的不断推进 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当中 美元的资产已经被削减了1010亿美元 并且增持了440亿美元的人民币资产 俄罗斯的很多支柱产业 在摆脱美元的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2015年就宣布 所有向邻国的石油出口都将以人民币结算 2019年8月 俄罗斯石油公司更是宣布 之后所有的出口合同将不再使用美元计价 尽管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 希望弱化美元对其的影响 但修养生息本来就需要时间 就这点来说 俄罗斯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尽管金钱不是万能 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要稳住周边的地区形势 健全的财政状况 也是实施地区影响力的前提 对于俄罗斯来说 中亚情节始终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感 这种情感无论在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都一直存在 在如今俄罗斯人的心里 他们对中亚一直有着一股 挥之不去的中亚情节 而这种情节 也是俄罗斯中亚战略的出发点和惯性思维 而他们对中亚的关注和行动 更是从中世纪便已经开始 到19世纪80年代 俄国已把中亚约3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变成了其领土 在中亚的地缘扩张 使俄罗斯一举成为世界上 浮原最为辽阔的国家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 这为它日后的发展 合成为世界级强国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提供了广阔的地缘战略空间 由于中亚地区 与俄罗斯在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语言 社会生活和心理思维等各方面 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这构成了俄罗斯对中亚的特殊观念 即中亚是俄罗斯的属地 所以在今天 大多数俄罗斯人 仍不把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当作纯粹的国家间关系 俄罗斯的政治家 无论是哪个派系都认为 俄罗斯在21世纪的使命 就是恢复对独联体领土的中亚情节 坚称俄罗斯应对中亚这一空间的惯性思维 而上述观念 在外交政策上的反应 就是保持中亚作为俄罗斯的特殊部分 现在 无论是政治和经济方面 还是安全等领域 中亚地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 最终将使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观念 发生转变 从而影响它在这一地区利益的界定 但是 这种转变的完成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由于在传统观念上 俄罗斯人就是中亚为其传统的利益区 这就使得俄罗斯人 并容不得他人染指这片地区 而现在 俄罗斯在中亚的第一目标 就是要保障该地区作为其后院 使这一地区不再出现新的 可挑战俄罗斯权威力量的出现 进而避免在地缘政治上 危及俄罗斯的安全 就中亚的定位来说 构建广泛且深远的经济和政治联盟 是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主导的 更高形式的一体化组织 以距离弥补地形缺陷的 以公为守方式 可谓是最好的安全战略 俄罗斯近来以来 挥之不去的中亚情节也源自于此 鲜明的排他性 更是俄罗斯21世纪 极为明确的中亚战略 那么俄罗斯的这种排他性 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陈虎先生 而中亚各国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内陆国家 也就是它没有独立的出海口 它的对外的各种活动 要通过路上交通 而因为过去这些国家和俄罗斯是一家 所以从路上交通的基础建设来说 它和俄罗斯的这种的交通的联系 更为紧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些国家经济上 对俄罗斯的依赖也会更大 这些东西都是客观现实 实际上我们讲 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 所谓的控制和排他性 有很多是第三方在讲的 你说在外交上俄罗斯排他吗 可是我们看当初美国人在阿富汗打仗的时候 美国人 美国的军队 美国的物资要进入阿富汗 怎么进呢 你要通过中亚国家 美国在中亚国家设置了不少的军事基地 运输的交通的中转站 那你说如果俄罗斯真是要排他的话 你美国怎么进去的呢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中亚国家在经济上 在外交上 甚至在军事上 它所做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认为 俄罗斯就总体而言 它的中亚政策和它中亚政策的执行 应该还是在正常的范围 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中亚地区的传统大国 而中亚则是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区 面对中亚地区这一地缘政治版图的巨变 俄罗斯一直在积极并务实地制定 并实施新的中亚战略 该战略利用欧亚经济联盟 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优势 全力确保中亚的政治安全 并利用俄罗斯在中亚深厚的政治经济根基 和诸多传统资源 重建它与中亚的特殊关系 恢复其世界强国的绝对地位 未来新的中亚政治版图 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